有时候当我们今天在输入到一定的文章 输入到一定的文字之后 我就会希望在这个地方直接输入一个日期 甚至现在的时间 您看一下像网路的新闻 它是不是也都会有 例如说一个文章的一个呈现 我们先来看 因为第一个技巧介绍完毕了 我先看一下 有没有人留言 或者是想要询问问题的 不管怎么样 现在应该都还很正常的可以再播放 我接下来我就要介绍 另外一个小功能 就是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想要输入今天的日期 今天的日期 那当然像今天是2017年10月20号 我们是怎么输入的 我们就乖乖的打字咯 2017 然后加一个日期的分隔符号 然后10月再加一个分隔符号20 可是这是打字啊 那甚至有时候你会被突然忘记了 今天是几月几号甚至现在你还要把时间打上去 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您不妨 记一下一个快速键 什么快速键呢 日期 快速输入日期的快速键 日期嘛就是date 所以他会跟D是有关系的 Date的date 第一个字母是D 所以他会跟D有关 那快速键无非就是Ctrl Auto Shift 这个时候呢 稍微可能请你背一下 是Auto加Shift加D 是两个 例如说Auto Shift加D 你看这边我是不是又出现了 10月20号2017年 好例如说空一格 假设我想要输入现在的时间 那现在时间Time TIME 所以一定会跟T有关 再加快速键 所有的快速键啊 无非一定是相结合于Ctrl Auto Shift 所以你就可以猜猜看 Ctrl加T Auto加T Shift加T 不可能绝对不会是Shift加T 因为Shift加T的话 是打出大写的那个字母符号 好 所以其实猜猜猜去哦 你用久了 您大概就会掌握到微软公司 他在这个地方 设定快速键的一个规则 好 那如果我现在要打出现在的时间 就是Auto加Shift加T Auto Shift加T 你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不是打出了时间 例如说有 呃今天的日期 Auto加Shift加B 还有现在的时间 Auto加Shift加T 您掌握了吗 这就是使用快速键哦 我们来把这个 Word的文字 Word的一个时间给掌握住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教你那种 真的不是要请你用大字法 而是用小技巧 第二招就介绍到这个地方咯 我们再看这个键 然后大家看这个键